耳溫槍跟耳溫槍都缺貨 药局 药室 電話都接不完 因为现在布置口罩买不到 连体温计都打缺貨 现在订都订不到 耳溫槍跟耳溫槍的部分都缺貨 因为它有些上班的地方 因应要自己量体温的关系 所以现在都已经抢够一空了 防堵疫情扩散 全台校园实施体温检测 已经掀起体温计抢购潮 不管耳溫槍还是耳溫槍 甚至红外线热相应统统都缺货 不过来到校园 学生发挥创意自制耳溫槍 它这个外观有点大 所以我想说 如果以后可以把它变小 就比较好用 而且现在的人 都比较喜欢好收纳的东西 很好玩 就是前面这个是温度的感色器 然后就是它会那个 这边有一个荧幕 它这边有电池 压克力外壳制成的耳溫槍 还能清楚看到内部构造 装上红外线温度感测器 LED灯 微型电脑晶片 还有风鸣器就完成了 就把红外线的温度感测器 装成枪型 来做成一个自制的耳溫槍 那我们这是自己做的 所以在温度的使用上 我觉得比较适合做在课程 教导学生如果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而不是真正用来做防疫使用 课堂教学搭上了新冠肺炎疫情 学生动手作更有乐趣 不过毕竟手作器材 温度量测不精准 但制作原理大同小异 也在疫情之外创造新话题 欢迎新闻成员为李嘉宇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